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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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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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到了一个很大的宿舍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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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那个赵月前辈每天晚上 我不知道他每天晚上 因为他是最近 我昨天刚住的第一晚 然后因为我的这个房间 跟赵月前辈那个房间 是单独的这么两个房间 是并在一起 就是单独的房间 然后那个赵月前辈房间 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就是一点声音没有 就是没有叉叉 就是那么吵的声音 就感觉我自己在跟自己住 很可怕 我时不时的得敲敲墙 等待一个人呼应 我就跟 我一过去的时候 我就跟前辈打了个招呼 我说前辈我马上就要搬过来了 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告别 远距离的思念 想念了就敲敲墙 或者打个头电话什么的 昨天叉叉是出外户去了 所以没有回来 他去广州 去那个密封的外物 然后 今天才回来 其实我 其实当时我说 前辈敲敲墙的时候 我也 说完了 我就后悔了 我怕前辈万一 一用力敲敲墙 好像就碎了 因为我们这片墙很薄 就是感觉太薄了 昨天应该去 我昨天应该是去找赵岳前辈 他自己 他自己住 我也自己住 我准备 我准备 我准备唱一首 很好听的歌 叫 叫闪 看看我 有什么歌 虽然唱歌不好 但我收藏的都是一些难唱的歌 要不然 你们帮我选一首歌吧 我的歌里面全都是一些 那种很高难度 好像是 雨花石我好像听过 果然是黎玉刚老师的那首歌 鱼儿轻轻飘 心儿似不少 那是谁的泪 在脸上轻轻绕 十对雨的道 就像蓝的海 什么 这首歌词是什么 十对雨的爱就像胖大海 就像蓝的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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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有办法换一首 嗨 哦 集圈又过了 其念 好了,我收歌了 我先聽一下吧 我們先聽聽歌,然後感覺你們聽得聽夠了之後 我再開始唱 我先去唱 你好聽 我每次都哲 我先聽她 我先聽她 我好聽 她就聽她 我發現以前的歌 也就聽她好聽 可以聽她 非常喜歡 这房间我跟开山想的是 就是我们两个布置的比较 唯一就是 他有他的地盘 我有我的地盘 然后彼此想念了之后 在中间里 就是在中间隔一条缝 彼此想念了 问问说我能过去找你吗 可以的话你就过来 不可以的话就不可以 他这次就是从广州 这边从广州出外屋回来 然后就是很开心的回来 我就看到他手捧了一束花 然后我以为是给我的 就觉得很开心 我说大老远的 怎么两个用不着这些见外的东西 然后就看到他把花放在 放在他床那边了 然后跟我说是他分辞送的 我以为他大老远是要 是要玩个浪漫的事情 比如说就是那种 风尘仆仆的出轨男人 回到家的时候 会先清理清理衣服 抖抖成土 然后对自己的 另一半说 我回来了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发现没有 他抽奖抽到的 然后还是一堆的那种 一堆的草莓 然后茶茶放在那里也不管它 我待会准备洗洗吃一点 我准备洗洗吃 因为草莓额叶就不好了 而且他这个渣男习惯性的撒谎欺骗我 他回来的时候 明明是先就是在走廊里 喊了一声 就是跟走廊的大家 挨个房间打了个招呼之后 因为我现在搬到跟N队一个房间了吗 他不知道 他还要去H队那边找我的时候 然后后来发现 我已经到N队这边的房间了 然后就敲开我的门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茶茶说刚刚 我问你跟大家都打完招呼了吗 茶茶说没有 你是第一家 其实我在N队已经都听到了 茶茶我在房间里 听着他挨个房间在那里 他只要一回来的时候 声音会特别的嗨 整个楼上都知道他回来了 他就告诉我他回来了 我发现 然后然后茶茶回来 看到他的床 他的床上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还没有把他的东西搬过来 我就只把我自己的搬过来 还没有搬完 然后我怕给他帮来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茶茶今天晚上有事 对 晚上出去玩乐他 我带巧克力回来 他今天本来是要叫我一起去的 但是我要参加那个狼人杀的直播 然后 然后我说你等我一个半小时 他说等一半小时我就饿死了 我说那你赶紧去吧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吃饭 但是有草莓 那个草莓他也不吃 有了饭就不要草莓了 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总感觉有点暧昧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跟我的粉丝玩狼人杀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参加节目里的狼人杀 因为节目里的狼人杀都没有人让着我 我粉丝跟我粉丝玩狼人杀 他们都会让着我 然后总是不小心就MVP 我的帽子没有被插下嫌贴 我的帽子是被抖前辈嫌贴 我今天就是开着门 坐在N队的这个这边的房间 就是我的新房间里 然后开着门 朵朵前辈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 然后就就低着头进来说 哎那个你好叉叉在吗 我说你好 我说前辈好 然后叉叉就是朵朵前辈一抬头说 哎是你啊妈妈 所以我我以为是叉叉家来了亲戚呢 我以为是叉叉的 整个人是包的 包的特别严 就是还戴着头盔什么的 就像坐在床上 然后感觉怯生生的样子 实际上是我正在准备 要怎么装饰 布置这个房间 在思考的时候 这个也好笑 但是真的以为我是叉叉的 叉叉家里来了亲戚 因为这个房间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又是在叉叉跟赵月前辈房间 隔壁的一个房间 笑死我了 太搞笑了 笑死我了 我就装进去 我说前辈好 我是叉叉的舅母 现在两个人住 不 现在是一个人住 加一条狗 我其实在宿舍养狗 我真的是很担心 因为我们公司有规定 就是房间不让养狗嘛 然后我就 我每次就是 对着我的那个小狗在 看着他 我说别叫出声 别叫出声 万一公司把你丢出去了 我可负不了责 那我的那小狗就变点头 不出声 不出声 是样子 就是 可狗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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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 这个 我怎么感觉你们在骂我 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了一个 特别好 特别好对付叉叉的办法 就是叉叉有一个特点 就是真的是身上很有那种 就是小狗还是小猫的那种性格 就是你如果是逗他的话 他会你在那里安静的坐着 不搭理他 他会不停的烦你 就不停的动你动你动你 然后把你惹烦了之后 说让他走开的时候 他会特别开心 然后后来我就研究出了一套 对他的新办法 就是他如果动你碰你的时候 然后你就反碰他 他就会很抗拒 我现在就是他每次就是 比如说我在看电视 干嘛的 然后他就会动动你胳膊 然后我就在碰碰他的头 他会说别动我别动我 又是这个样子 很好玩 感觉像个玩具 他边躲还边说 你不是这个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我以前认识的好玩情去哪了 然后我 你说狗有要求 做主人肯定得满足他吧 然后我就得变回我以前的样子 就是他碰你的时候 就换我不停的躲 不停的躲 我说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然后他就开心了 真的很烦 我每次陪他演戏 要演半个小时以上 真的很累 我简直就是 生活中的舞台剧的感觉 而且每天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都会变得很累 那天他就是 一早上起来他从我房间走了 然后回去去收拾那个东西 要去广州 在密姑 然后我当时感觉到他走了之后 我就觉得心情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他回来之后 我在睡觉 他就坐在床边上 就这样看着你 就一直在盯着你 我就活生生的 活生生的被他盯挺了 然后我一睁开眼睛 看他在看我 我说你干嘛 然后他他就跟我说 说我要去出外雾了 几天不回来 然后我就很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就得坐在床上哭 表达他的想念 要不然他会缠着你 我就是每天 每天我都不想醒来 因为醒来就要陪他演戏 演各种的生活场景 我有时候就害怕 那么快懂他的一个戏 我如果装作一直不懂的话 说不定他就 没有这么多要求了 就是叉叉回来我特别紧张 因为叉叉回来的话 我们舞蹈老师也回来了 我们舞蹈老师回来的话 就预示着 接下来的日子 应该要进入人生磨练期了 因为我上一场公演的时候 上一场公演的那个舞蹈 我每一首是跟着老师学的 就光轨老师教了几遍 当时我就去 我就走了 因为光轨那一次 学了一部分 剩下的时间 我全都抱在那个舞台剧剧场里 这一直没有时间练 一直没有时间练 我就很紧张 我们老师就一直不停的 就N队的舞蹈老师特别好 一直在给我加油打气 然后说 没事说你就是好好跳 说说放心就好 然后别紧张 我就觉得很 跟我之前 就除了我们H队的上一个舞蹈老师 就再也没有对我就是感觉这么好的舞蹈老师 就感觉很很感动 我第一任的舞蹈老师的教学方式 一点都不同 我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我就为了他 我在想我也得拼命的学呀 毕竟不能不能那个太丢人吧 结果我一上台的时候 动作什么的全忘了 也就是什么青春的诗 完全忘记了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老师 跟我们回来的车上就在说 说好婉晴在吗 我说在 然后因为我们的车大小巴 是全熄灯的 他不知道我坐在哪 然后我说在老师 然后他说 他说你今天跳的不太对 我说对老师 他说你跳成那个样子 你竟然还敢站在台上 我说老师我跳成那个样子 我也没想到你敢看呀 然后老师说好婉晴 如果下一场 你再跳成这个样子 你副歌的时候 开始给我唱歌 我说好 因为我们副歌 我们只要是唱歌的部分 就不用跳舞 唱分词的话就不用跳舞 然后小于前辈就说 小于前辈就说 妈妈如果到你的那个副歌的时候 你就唱歌 我说好 我听前辈也在说说 说这个方法挺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 前辈们人真的都好好好 就对我太好了 你知道如果我 我对着马老师说出这种要求的话 他会把我从东头大到西头的 也感觉很很开心 我觉得前辈们都这么好了 那我肯定不能这个样子做 那肯定得好好跳 我就是感觉 感觉前辈们一直都很照顾 老师也对我这么好 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种老师那么苛刻 我是比较喜欢 有人说 逆境成才 但是我顺境的情况下 我就会活得很开心的 茁壮成长 我当时就拍不到子彩 我当时刚调来就是N队的时候 然后然后那个 马老师就问我说 那个 你去 我就那次看他的台下 然后我就对他说 老师我来N队了 我说以后经常见面了 然后马老师说 你是想要因为你一个人 让我不管N队了吗 我说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就说 那你跟叉叉在N队还让我怎么办 他现在都不敢看N队的公演 我觉得老马 我觉得最可恶的是 那次我看到了一条评论 就是评论上说 叶总说 小马 你对组队有什么要求吗 然后小马说 没什么要求 把好稳情调走就行了 然后叶总就是组阁之后 叶总说小马 我满足你了 然后 对就是那个 你们有看吗 那条评论 然后马老师问他 掉到哪了 然后叶总 那个真的是把我笑死了 因为太写实了 因为太写实了 太写实了当时 我感觉真的叶的大神特别多 他们很了解 他们很了解 你的生活 到底是生活在一种什么的环境下 他们都是很了解的 而且很了解你们的 就是一些反应啊什么的 我怀疑那一条评论 我怀疑那一条评论 可能就是叶总发的 嗯 我当时看到了一条评论 我也把我笑死了 嗯 不过我最近 哎 你们怎么知道他叫叶宝宝 叶宝宝现在网红般的存在 秘称都比我可爱 我叫婉晴宝宝 他叫叶宝宝 对 他叫叶宝宝 我平时都给他发 我只要是请假的话 我都会 叶宝宝开头 如果我是正式的话 我都会j叶宝宝 叶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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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叶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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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叶总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忘记听到什么了 说他叫叶宝宝 我就开始叫了 谢谢你们 下周首演 我会在的 我已经透露了 虽然不方便透露 但我还是透露了 下周我会在的 这个首演 N队的首演 看他也会下的 没有 好像 应该首演 应该会在 再多人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知道我跟狗是栽的 新恩队的公演 新恩队的公演到明天我们就进入紧张的白练期了 然后这两天我一直都在 都在这里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 起床了之后 搬房间 搬完房间 去跳几遍 我现在学会的舞蹈 然后再看看 再看看即将要学的舞蹈 然后看完了之后 再回来搬房间 搬完房间之后 就是 敷面膜 睡觉 哦对 偶尔还会吃一两群鸡 最近刚刚看到了这个游戏 在爱上的别人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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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那个 他们之前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 就是这个游戏刚火的时候 我不觉得很火 然后也不觉得很好玩 因为没有参与感 我觉得最没有参与感的一个游戏了 就是 那次我蹲在草丛里 我是趴在草丛里的 趴在草丛里的 趴在草丛里 然后 然后 就上了个厕所洗手 洗手 然后回来之后发现 没人管我 都不用打他 但我不太喜欢这个游戏 我觉得不好玩 昨天我就 对 一点都没有游戏感 我觉得不是很好玩 而且那次 他们 他们 他们拿着枪 然后 然后 然后我拿着 我是 赤手空拳 我把他们打死了 那一刻 我就觉得 这游戏我可以卸载了 我这种水平 赤手空拳 都可以打死你一个拿上的 我觉得 没啥好玩 不怎么 就赤手 我 对 然后 我后来我就 我后来我就 用到哪块面 我用的哪块面 好 好 也 乔生 我用的 哦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 超好用的面目 真的超级超级好用 我要是骗你们 我就学猪叫 让叉叉学猪叫 等我 好 就是 这个 特别特别好用 真的特别特别好用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面膜 我 特别 特别不说女孩子可以买 我现在要做一个美妆博组 跟你们 你们可以 我可以推荐你们个号 你们可以去找他 嗯 但是一定 就是 至于在哪个平台上 我就不告诉你们了 然后就是 Fiona 下滑仙 下滑仙 466 真的特别 是正品 他卖的是正品 特别特别好用 特别特别好用 男孩女孩都能用的 我一直在用 他们家的面膜 嗯 因为我感觉 我感觉我的 对 对 对 Fiona 下滑仙 466 特别特别好用 因为现在假货很多 他 我是一直从他家买的 然后 然后那个 最搞笑的 最搞笑的是 我之前的时候 我就是敷了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 是一个黑膜 然后 是一个黑膜 是从这里一直 敷到这里的 那个黑膜 我就敷着 我早上起床 敷了个面膜 我就下去拿外卖了 然后我下去拿外卖的时候 然后 那个 那个叔叔 当时就看到我 本来我就说 叔叔好 因为我 我就会跟叔叔打招呼 平时 我就说叔叔好 然后叔叔就说 诶 是婉琴啊 然后我说 嗯 然后结果叔叔一抬头 就是眼睛 那样看 而且退后了几步 就是退后了 他就这样退后了几步 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 就说 说是好婉琴吗 我说是叔叔 就把他吓到了 因为这个 附上特别像那种 抢银行的那种感觉 像 那种 对叔叔就把叔叔吓到了 然后 后来 进来的那些 快递小哥 然后看到我 也是这样子走的 就是这样子走的 就避着我走 然后 对 糖膏死了 嗯 而且我早上的时候 我是这样扶着 然后头发也是这样子散着 而且我穿了 是一身黑色的衣服下去拿的 然后叔叔就 但是都快把他吓死了 我们的门卫是谁 门卫叔叔人很好的 他平时可以听正音辨别我们是谁 而且我每次敷这个面膜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用 我们公司最近一直在做纪录片嘛 他们会随时拍你的生活呀 还有你的排练呀 你吃饭呀 乱一八糟都会拍 然后我自从敷了这个全黑的面膜之后 他们谁都不敢拍我 谁都不敢靠近我 还好吧 我觉得面膜基本上都是这个架吧 他们就是每个摄像师拿着摄像机器 如果看到我的话都会这样抖一下 就是 是挺吓人的 你们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好用啊真的真的很好用 这是我推荐的一款面膜 因为他他家好像还有在卖别的护肤品 别的护肤品我也挺喜欢 你肯定是女孩子对不对 我发现你要是说到这种护肤类的女粉就会跳出来 就真的很好用 你们可以去买他们的护肤品 我最近一直在用 因为我老熬夜 这是熬夜的那种东西嘛 我老熬夜熬的那个黑眼圈都到这儿了 我每次跟我粉丝握手的时候 我粉丝都会都会说 那个说闷闷你的黑眼圈好像又重了 然后我就开始专门研究去黑眼圈的东西 还有去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保湿的 我比较喜欢保湿 哦对 今天少熬夜是最好的办法了 但是因为现在人工作压力大了 嗯 当所有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你只能趁着这个时候发愤图强 嗯 嗯 前段时间熬夜比较多 因为前段时间拍舞台剧 早上 从早上一直拍到下午五六点钟 回来最后你吃个饭 然后休息一下七点钟 然后八点多 然后你得去扒那个公演的舞蹈 扒完公演舞蹈你还要不停的练 而且我是属于那种 跳舞跳的 嗯 就不是很好的那种 然后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一直那个 杀才行 诶 这首歌怎么这么优声 我必须得不停的那种练练练练练练练 男孩儿 男孩儿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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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儿有 男孩儿可以用 男孩儿 女孩儿 女孩儿 今天的劲�� 男孩儿 男孩儿 我 男孩儿 也不一好 肯定比我好太多了 所以我必须得 跳得更好一些 我准备 我准备开一个护肤的微博 给我的女犯们 女犯福利 因为我发现 我发现这种美妆博 还有护肤博 女犯会很喜欢 虽然我美妆不太好 但我可以教你们怎么护肤 然后发现 结果教完了之后 发现都是男孩子过来了 然后结果男孩子 比我要细的声音说 哎呀妈妈 你看我今天的皮肤 是不是很好呀 嗯 对 我觉得肯定 这就是我未来男犯的样子 他们肯定 跟我握手的时候 我说 哎 你是 你是男孩子小饭碗 然后小饭碗说 不要不要 叫人家姐妹啦 哎对 男孩子也可以划过这个 好呀 然后发现 我做完护肤博之后 女犯也不怎么看 发现女犯 其实比我都会护肤 然后看到我的护肤 步骤之后 对 结果一看 男犯比自己还精致 女犯越来越想男犯 我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嗯 没事呢 我其实特别欣赏那种会穿裙子的男犯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个男孩子的话 迈出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叉叉又可以 叉叉有几个好像不止一个 就是男犯会穿小裙子 就是穿着制服 然后戴着那种很卷卷的白白的头发 然后是白色的白还是金色的 我忘记了 然后打扮特别小萝莉 那次因为我手会一般是这样低着头在等大家 然后结果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制服的裙子 然后我一台以为是哪家萌妹子 刚抬头我就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吓到了 然后因为因为他们 而且男犯男犯其实穿小裙子的时候 他们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很漂亮 因为男犯本来就长得比较立体一点 然后又穿上这种小小裙子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下次我们小饭碗也可以试一下 或者我们小饭碗就是 叉叉加的粉丝穿女装制服女装 我们小饭碗就穿男生的制服 然后到时候去连移 然后到时候去连移 两家连移 然后手前手出了闷茶的坑 然后都到现冲去了 到时候我们就这样搞一次 大家不要害羞 这次握手会就可以了 我们四月份不就马上就吻会了吗 到时候如果凑成对的那种闷叉的小饭碗 我想凑成对的话要怎么办 凑成对的话 你们就可以给你们的小偶像发糖了 可以可以这名字很好听 对然后这红包可以的 握手会是什么 握手会是原队伍吗 握手会是原队伍吗 我不知道握手会 我只知道 今年的握手 今年不是要参加完运动会之后 然后再去握手会吗 对如果你们就是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小饭碗 或者是一个 一个叉叉的粉丝 喜欢了多个小饭碗 就是一女多夫 或者一夫多妻 这种我们理论上讲 是不可以的 我们保持着 所以以一心一意为原则 就是 然后 对 就是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所以 就是什么 不要搞什么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才起飘飘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这种人 我们就 一对一好了 实在不行 一个小饭碗 不行不行不行 到时候太乱了 如果你们实在是 一下子喜欢了很多个小饭碗 或者很多个什么 那你们就看自己了 只要别被你们的 另一半发现就行了 就是 记得用叉叉讲你们的办法 比如说香水的时候 买同样的香水 买两款 然后 不是赵月前辈 赵月前辈没有撞枪 是外面的那个 在放鞭炮 我自从搬到了 赵月前辈的隔壁 我都不敢唱歌 因为我的床 我的床头 跟赵月前辈的床头 是对着的 我怕他忍不了 一敲一下 我的脑袋就 估计就 爆了 我以后刚才说要唱歌 那比你唱啊 谢谢你 你们唱的时候简单的吧 我真的很害怕 赵月前辈哪天 一锤敲过来 我的墙碎了之后 赵月前辈子 你把叉叉给我递过来 然后 前辈也给你 唱歌 脸颊红红 花园很想跟你做朋友 就你傻傻还不够 我是一二三 木头人 再不心动就要被空分 我一直在等着 恋爱红红烈烈的发生 一二三 木头人 你名字是小歌 我很喜欢 原来的歌 哇声音好 文章的情话 最动人 林森林的歌 数字面 做咕咕听到的时候 我还特别小 我觉得 哎呀不会了 就会牵起我的手 我说你一二三 你疼人在不想 白天就又黑了 我真的很嫌疼 你是黑小还是太深刻 我说你又白色 赵燕前辈跟叉叉是母子 对 他们是母子 叉叉今天回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你去看赵燕前辈了吗 然后叉叉说 我就忘记看我妈去了 我原来很喜欢 很喜欢曾依可的歌 因为他的声音特别好听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黑他 我觉得他声音很有特色 最好的那个天使 我最熟悉的字是你的名字 我们会用大大的方子 你会送我一首小时 最坏的那个天使 我最爱的就是你的样子 我们守着聚意拉着美相思 温柔着彼此的言辞 他最近还在一起 爱到整个世界 等全熄灭 最后还要给你体贴 最恨的就是 恨到可以起死 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 最后还要刺青明记 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 最爱你当年就成了一个相似 最容易相似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 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 最后的需要 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 最后我笑了我恨你 但是我恨你 就是 让我看清楚你们 然后去 然后来贴着面膜来吓我 当时我在想 哦不行啊 我们公司要求成员那个啥 要不然我们就来一次面膜的联谊会 就是因为那个面膜是黑色的嘛 我们可以小饭碗跟叉叉的小朋友们 一起贴着面膜 然后互相找对方 如果还能喜欢上对方的话 就说明真的是喜欢对方的心灵美 所以让找到的感情才是真的 灯泉熄灭 最后还要给你体贴 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 恨到我可以气死 哎呦这个字太悲壮 对 最后还要给你体贴 看到自己全部忘记 最后还要自己 迷迷 最恨你 你们最恨你 好 太爱了 你们都 你对 我还化妆了 我之前在大跳飞上唱过的一首歌 我看到有那种 有 有那个 一丝面膜发现性别不对 我们到时候 就不管性别了 你迷失在地图上 每一道短暂的光影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你收集书本里 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意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才让你动心 说不出离开的原因 我看到一个 你累积了许多飞行 你用心跳旋迹年评 你收集了地图上 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 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 你留恋电影里 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愿意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才让你分心 说不出你心的意义 哎呀真好听 你上次好听 你来说明真的 真的练习还是挺管理的 有一首歌 我一直想唱给叉叉停的一首歌 给大家听一下吧 这也在 睡在我生铺的心底 无声无息的你 你拥抱我的那些问题 永远再没人唤起 分给我 他没有分给我眼睛 后续就热了 你总是在你的手里的人 这首歌我一直想 就是给叉叉唱来的 你爱的心 是 可爱的心 是 你们先不要告诉我 到时候我会偷偷的唱给他 很多的朋友 却在也无悔 那些是忧愁 谁在我生意是点 谁在我前辉 谁在我前辉 嗯 叉叉一直想要上下铺 但是我们两个上下铺 就是一直在争执水株上铺 就没有争论出来 换那一首歌 这首歌的原唱好像找不着 唱歌的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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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太太一定了 作词 得相的 这首歌你们有听过吗 相爱的旗号 你们听过吗 这首你们都听过 对这个 这个是我 也是很久以前听过的歌 唱起了摇篮曲 海车盘月弯弯 爱你像天的梦里 天上银河在发光 闭上风铃来歌唱 只旅行在远方 许下爱年的愿望 又是你 记得变化 衣服在满眼 爱你像天的梦里 手中樱花草 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的一首歌就叫 《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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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首 怎么有这么多版本 怎么都找不着了 叫《萤火虫》 线《萤火虫》 《萤火虫》 你们应该听过这首歌 对吧 因为我每次听 听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喜欢 那个时候 我妈妈喜欢带我去看那个星星 对就是晚上里面的星星 不是动物园的星星 是晚上的那种星星 然后它就会在抱着我 我们这样抬着头一起在看 然后当时 当时就是正好听到这首歌 所以我会很喜欢这首歌 你看 不是动物园 现在在星星 是怪在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 因为在这首歌 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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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一首歌 是一首歌 是一首歌 对 一首歌 小的时候我家那边空气还挺好 大了看不到星星了 大了之后就看不到太多 因为我小的时候不是特别迷恋什么电视呀什么 就是那些东西 一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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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唱的歌不是很多 因为我喜欢的歌都不太适合我 我还特别喜欢听张信哲老师唱的那个 想你的365 那个叫什么 就是宝莲灯的主题曲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宝莲灯那个动画片 也是就是沉香去救母的时候 沉香去去救他妈妈的时候 然后就是在一个山洞里出来了也是萤火虫 然后唱的是想你的三百的十五天吧 我记得是 我记婚了吗 爱就一个字啊 那就是这首歌了 我总是记不太住歌名 我就只记得好听 好听 感觉特别有听调 我喜欢以前的动画片 现在的动画片没有那种感觉了 现在的动画片没有那种感觉了 听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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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顶纹的加密的三百的十五天 每个年头有限了梦境的远离 没忘记 会永远到我一遍 我后来我长大了比较喜欢看古风的那种动画片 国产的 对我比较喜欢看国产的动画片 像什么 嗯 画江湖 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嗯 神之明月 之前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看神笔马铃 一人之下好像还没有看过 可以搜一下 哎不对不对 嗯 宝莲灯应该是这首歌 我喜欢的 不是张英哲老师的那首 我记混了 可能这两个有点相似对于我来说 是这首歌 那个动画片看好久了 我估计有十 十年之上没有再看过 节目 人超级超级好 这个你们能听到吗 下雨 那是 我喜欢的 是这首 我喜欢的 是这首 我喜欢的 是这首 嗯 我以前喜欢的古装剧里面 我喜欢仙侠的比较多 嗯 我喜欢仙侠的比较多 动画片就喜欢这种 也是 这种神话的比较多 这种神话的比较多 像宝莲灯 还有那个 嗯 哎 哎呀 太多了 我记不记来 我记不记来 好的 我给你们听听 你们点的歌 嗯 新白娘子传奇 我 我是胎教之歌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 说特别喜欢听 不是特别喜欢看 因为她以前喜欢看 新白娘子传奇 就不停地看 不停地看 然后 那个时候她 好像是怀 怀着我 结果我出 出生之后 就是挺大了 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 妈妈我觉得这个 新白娘子传奇 这首歌 为什么 特别耳熟 就感觉生下来 就会唱 然后 就觉得很神奇 我最喜欢的就是 最老的那个版本 有赵雅琪老师那个版本 不是最喜欢那个版本 一言不合就尬唱 一言不合就尬唱 这首歌 不是男生唱的吗 小七前辈要演那个白娘子传奇了吗 太期待了 按你们到时候要多多支持 真的好好看 我好喜欢那个剧 这首歌是你男孩子唱的 这首歌是你男孩子唱的 我记得还有一个 我听过一个 有一点点 就是小钟的歌曲 你们这个如果猜到的话 我觉得很 觉得你们真的会很厉害 你们如果这首歌都猜到 应该全天下的歌都听歌 竟然有人猜到了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的 我会忘记 我会忘记 你心里分离 只是我们最后一日 你说的曾经别揭秘 我会忘记 这首歌不太会唱 还有一天就要分离 没有想过回到过去 不愿平淡过的背影 时间多深去 看一看孤独的风景 看孤独的风景 哪里有我的回忆 我爱唱歌给你听 你是否还能记起 谢谢你们 我躲在角落里哭泣 我躲在角落里哭泣 谢谢你们 这个 这个女孩子 我知道她的时候 还在上初衷 她已经比担了 她已经比担了 一 一 二 三 一 给你们唱这首歌 我是会男女混唱的 不行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缘程 高来高去好像也就这样 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 今夜化了美美的妆 我仰慌在舞池中央 我做我的改变 又何必纠结 高就白头 男生今天唱不了 因为今天没有生病 我生病的话我就会尝试男生 不得 不得 不花半熟的眼线 不用摸云粉底液 暴日天 照光街 头下别人画了脸 如果再看你一眼 是否还会有感觉 最真实的 哎 埋藏在昨天 不缠任何的表演 轰轰烈烈那几年 别怀念 怀念也怀疑不到从前 是不是原版复刻 是不是原版复刻 是不是像原版复刻 是否原版复刻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 谢谢 只好想也就这样 如如花点时间想想 琢磨一下模样 你又化了美美的妆 我是学生的美美感妆 我仰慌在舞池中央 我做我的改变 又何必纠结 要求看同意 好了 超累 完了 我发现我 我会有会的都是许松的歌 怎么办 怎么办 暴露歌单了 我发现我会的歌很多都是许松的歌 奇妙 星光点亮了 海水分起皱着 那遇到晤上 这风光明显的 摧散成 我身旁雨热 不够彼此信任 还是有了裂痕 我 什么感觉 有些陌生 越海岸奔跑 寻找属于我们的岛 有一些问号 也许对你并不重要 好低啊 可很久没胜了 也很久没拥抱 放开书馆把答案寻找 不太会了 新作书上说我们不合 仅有错的我陪不上你的好 难过后想象也许就不成 我们的故事写数人总明白 新作书上说我们不合 在我头发挥那一丝道 只要爱情没法预料 何必让你知道 就算你总是一种 最后 其实我觉得许笙挺有才的 因为他的很多歌词 都是他自己做词作曲 我觉得真的挺有才华的一个人 我当时我那个时候 就是初中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有才华的人 所以我就听他的歌很多 第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 是周杰伦 就是周杰伦真的特别特别有才华 所以以前的时候 歌单里也有很多他的歌 在我陪不上你的房门 难过我想象也许就不成 我们的故事写数人总不老 还是一同书上说我们不合 最后我偷偷拔那一丝 等人虽然我现在的自己编舞 我虽然编不了曲 但我可以编舞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也是个有才华的孩子 谢谢你 我25号有我的公演 我们的故事写数人在命楼 无心总数人 想说我问不合 让我偷偷把你也刺掉 什么爱情没法领留 我要让你知道 就算你的故事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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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因为我那个 听别人的歌 我就会大部分都觉得 好听好听 然后听黄埃居的歌 我会觉得 自己不能颓废 哎 说不上为什么 我变得很主动 若爱上一个人 什么都会值得去做 我 我想高声宣布 对你一一不说 连个笔连句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 旁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 牵着你的手 牵着你的手一直莫名更多 我想带你和我的外口家一起看着日落 你知道我们都睡着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你靠着我的肩膀 你靠着我的肩膀 你带我肩膀睡觉 你靠着我的肩膀 你带我肩膀睡觉 想这样的生活 我爱你 你爱我 这首歌是小F4唱的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它们 绝对你的肩膀 尽量的一切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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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家已经看着日落 一直等我们都睡着 我想就这样 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还能不能够永远单穿 好了 对呀 这小孩子还唱过情非对 也还唱过死心不改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以前 谢谢哟 这首歌 这首歌是 在那个 上一场的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专场的舞台剧 然后 我们的编剧 那个姐姐让我们唱的这首歌 唱完了当时 我就觉得完了 耳低又要出现了 你说委屈我会伤心 只怕我自己会压上你 不敢让自己逃得太紧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压上你 也许有点会欺负自己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 那是我心里 那里 那里忘记住 自贱里 遇上没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那生命会洒不去 我以为你们KTVB点的歌是那个情歌王 不敢让自己感到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拥挤 怕我自己会忍耐想你 也许有点会进入我自己 想只让自己哭我自己 你没有竹梦演艺圈 现在已经出导演版的 这个导演是那个毕志飞 他唱的吗 对 是他唱的吗 我不知道 现在出了个导演版的 然后录说 我是一个心地善良情分上进老实的青年 我不听我不听 唱的没我好听不听吗 不唱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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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唱不唱 哈哈哈 不记得喝几个反正你没轮开车 要是再车插在车上我就看着办法 我才不愿就在前面不愿可是很偏 我左往右向前向后 不用看了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 给你讲解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 是心是往事连失落 小听了好几次 变成了好几根 天都快亮了 我们还没到呢 你学的安稳吗 我必须清醒着 这条路有点黑 你睡吧我负责 不用看了没人管我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也可以快活 给你讲解我的故事你可能没听过 是心是往事连失落 太开自我 不可行 两个人 三愿 适入 四愿 二愿 二愿 三愿 一愿 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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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愿 二愿 三愿 三愿 二愿 三愿 三愿 二愿 三愿 几次 年车好几根 天都快凉了 我们还没掉呢 你睡得安稳吗 我必须清醒着 热跳的有点黑 随随吧 也负责 我坐在你身后 连寻着我的头 我快要睡着了 你会不会冷呢 这样的小城市 我不会来几次 小城市的故事 黑夜里就消气 这样的小城市 我不会来几次 小城市的故事 黑夜里就消气 嗟嗟嗟 嗟嗟 还有别的歌吗 没有别的歌 我就要准备走咯 对 我最近想给你们开电台了 我又想录一个电台给你们 就是想给你们录那个电台 但是我不太想 就是我之前有录过那个 讲故事的 然后就有个讲故事的电台 谢谢你 所以我现在在争取你们更喜欢什么类型的 是讲故事呢 还是怎么样子读文章呢 我一直在想 最近 因为我感觉现在电台的受众度好像 听的人不是那么多 因为电台也挺浪费流量的 但是我想的是 你们开个电台 然后你们无聊的时候可以听 然后也不会像看直播会一直看着 然后也不会像看直播会一直看着 电台的话就是听开就好 听一下就好 念同日文 那叉叉写我念 好 到时候我给你们想一下 当然可以了 如果你们写的文章 就是如果想我读的话 就私信发给我 把文章私信发给我 然后我看到的话我就读给你们听 就读给大家听 你们作者的名字可以留个笔名就好了 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你们想写的就可以 然后我会结合你们想写的文章 跟我当天的一些东西 然后给你们开电台 录给你们听 如何发信你们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微博私信我就好了 微博私信或者口袋48的私信都可以给我 但口袋48好像发不了那么多的字 一般微博私信就好 然后我到时候给你们念 作为我电台的小文章 这样我就不用去找一些文章了 之前我看的书什么的都是那种比较长篇一点的 所以感觉一下子读不完 就是 就不太好衔接我觉得 所以我们就尽量要那种小故事 也不要太短 但是控制在五分钟左右 五六分钟我觉得 对你们也可以就是加我的应援会 然后加上应援会之后 把文章私信给主页呀什么的 然后他们整理出来 到时候可以给我 或者就直接私信给我 我到时候都会念上你们的名字的哟 我到时候都会念上你们的名字的哟 什么类型的故事就好 我最近一直在找文章 我之前看了好多个文章 然后那种故事的文章 还有那个讲事情的就是叙事的一些文章 都发现太长了 就没办法控制好时长 19172023吗 对你们可以加这里 然后把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但是 又那个控制不了那个长度的话 你可以给主页们处理 对 然后让他们看完了之后 给我 然后我也会从文章里面 比如说如果是真的不小心 过长一点的话 我可能就会删减掉一小部分 如果太短的话 我也会添上一小部分 对 嗯 谢谢你们的蝴蝶 别论文发给我 哈哈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好 五六分钟五分钟 我看一下我那个软件 嗯 拜拜 我看一下那个软件 我现在 嗯 我是在想 是还是用以前的音乐圈好 还是用那个喜马拉雅的那个 电台比较好 你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你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嗯 什么题材都可以变了 网易 网易我还没用过 可太斯巴的电台 可太斯巴的电台 喜马拉雅对吧 嗯 对 喜马拉雅我有 网易我还没用过 我待会可以研究一下 我看一下 如果人数多的话 或者我们今晚的话题就是 你们希望 从用哪个软件听电台 然后我结合人数最多的那个电台 然后我在那里开吧 嗯 嗯 对吧 哎呀 差点把我 这个网易不太懂 没太用过 嗯 嗯 我之前用的是那个 叫啪啪的那个电台 现在改名叫音乐圈了好像 哎呀 那就那就 那就明天 我们明天的话题就弄这个吧 明天的话题就弄这个 今天就不要改了 嗯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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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小饭碗都整理出来了吧 嘻嘻嘻嘻嘻 嗯 然后我要准备 要准备 走了 我要准备走走走 走了 并没有 对 我要准备走 嗯 嗯 走了 走之前还记得我给你们的任务吗 对 我整理一下房间要去跳几遍 嗯对对舞蹈 晚饭不想吃晚饭 任务是什么呀 一是写文章 二是我们的联谊大会要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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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光太强了 不开又不安 我就不跟叉叉联姨了 不知道 但是 我们就说一下 嗯 嗯 让那几个美丽的女装 粉丝们 再穿回她们的小裙子 穿上粉丝都知道了 怎么好快呀 嗯 到时候怎么 怎么那个什么 嗯 怎么就一家穿女装 一家穿男装好了 嗯 嗯 有另一半的 我们就尽量不要再 再找另一半了 如果实在 实在忍不住的话 就是实在是被 被一个更漂亮的人吸引到的话 那 就是 嗯 也不要让自己的原配太伤心 好去好散了 我们再换新的 嗯 千万不要就是 来回两边跑 太辛苦了 这样子 嗯 还有原配什么的 也不要太那种 太大度 就是你的另一半 如果喜欢上了别人 你们也可以 找喜欢的人嘛 就不要太那个什么 不要太伤心啊 你们 希望那是个联谊现场 不是大型分手现场 对 我其实比较期待 我比较期待我们的那个 到时候握手会上 我们的大合影了 估计会看到很多 漂亮的男孩子旁边 牵着一个 嗯 女孩子 吧 嗯 嗯 你们可以穿 裸裙 都可以 只要是女装就好了 实在不想穿裸裙的那种 普通的小裙子 然后再配个小T恤什么的 但是也别太穿太少 因为最近天冷 女孩子们要不要感冒 没关系 我不会等 我会等着你们 到时候来握手会上 惊艳我的眼睛 你们也可以 女孩子也可以敷着面膜过来 如果你们不想觉得很丢人的话 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就玩一次 嗯 玩够了之后 我们下一场握手的时候 再想想玩另一种 没关系 好了 握手会是什么时候 忘记了 我看看通告远 我忘记了 握手会是什么时候 忘记了 握手会是4月6号 4月6号 对我有点 4月6号 我忘记了 好了 元H 为什么 为什么 好像 不要买蝶 八眼感 不对啊 为什么是元H呢 不是 不是 不是SN吗?SNH三个队吗? 6号我记得是全员握手吧 哦 员队伍啊 那我们就7号吧 7号是新队伍的话 就7号 或者你们统一一下 尽量统一一下表现出我们的隆重感 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好 圆队我也没关系 反正都是所有人都在的 我这次运动会上报了两个特别特别难的项目 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看灶队 啊啦 灯阁 灯队 灯队队 差点说成灰队队 嗯 呃 到时候你们看 反正你们会看到 估计会看到 我 我觉得我那个项目 我报的项目我能赢 对 我的那个项目我觉得我能赢 所以你们可以可想而知 会是什么项目 肯定是我在行的 不是 我 打扰看 很神秘哦 嗯 对小玉队长是没有跟我 不过是我 我 我那天太自信了 然后小玉前辈 问我说 妈妈还有空再参加多一个项目吗 我说可以啊前辈 嗯 然后参加了一个我不是特别擅长的项目 但是另一个 是我比较擅长的项目 我不要 我要准备 我要准备做掉了 心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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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